登月专家张小平回应,跳槽事件知情者,领导想弄死他,登月专家张小平离职事件引发舆论关注,28日张回应趁自己是四种火箭发动机的提出者但人家不让你参与一切都是零知情者爆料。 由于张宇领导不合被坐冷板凳,只能做小课题领导甚至试图弄死他广告近日,一天题为离职能直接影响中国登月的人才,只配待在国企地层的网络文章在大陆微博、微信朋友圈等网络平台流传文章介绍。 一名叫做张小平的西安航天动力研究所副主任设计师,因离职跳槽去了一家名为北京蓝箭空间科技有限公司,导致四种火箭发动机研制进度受阻,甚至或会影响中国载人登月重大战略计划。 文章《从国企不注重人才落笔》,披露张小平离职前待遇是12万人民币下同,一年跳槽后年新百万文章,写到张小平在跳槽私企后援单位西安航天动力研究所,以红头文件方式喊话。 趁张小平离职后,单位才发现他是国家核心项目的灵魂人物,没有了他整个项目都瘫痪了。 公文要求官方不要放走张小平,派人让他回来继续研究项目。 文章中的红头文件,国企跳槽私企,百万年新,载人登月计划等字眼,引发了舆论高度关注,公开资料显示西安航天动力研究,所是中国液体火箭发动机的研究,设计单位隶属于航天科技集团推进技术研究院。 张小平离职前任低温发动机副主任设计师职务,在至少四个型号发动机研制中,承担着重要作用该研究院院长。 刘志,让对路没趁,张小平系本人帅次离职经多次做工作,无效,为挽留此人机构通过法律途径提起仲裁。 他还提到公文中对张小平承担的任务,写的较多有些言过其实,核心的意思是想挽留他留置让说张小平,确实是技术骨干主要搞论证,研发和理论计算。 但院理技术,骨干很多副主任设计师之上还有主任设计师,副总是一人离职影响,不会太大。 而公文中写道,今年二季度再研制480吨液氧,没有发动机,这时候出现了深层次的技术难题,急需发动机技术专家机制,以便推进项目。 因此发公文希望张小平回来9月28日张小平通过个人微信回应趁自己是四种发动机。 最初的提出者,解决过120发动机的核心技术,是大部分系统技术的原创者重要,的是可以把发动机做得更便宜更好用,但是人家不让你参与一切,都是零零有知情人士。 透露由于张小平与领导不合,坐冷板凳只能坐小课题后跳槽领导试图弄死他,让其他员工看看擅自跳槽的下场。 因此下属在组织材料时故意将张小平与480吨发动机挂钩本意,是加重砂码,为料想用力过猛。 一位航天科研院所的科研人员,说,CI方面发布文件,也许是领导想限制以下人员流失。 他说近几年由于商用航空航天领域,成为资本追逐热点民企拉到很多风头,他们疯狂而裹起挖人。 特别是火箭发动机这一关键领域挖人的最多网铺仅7月至今就有20多人集体跳槽,到私企北京蓝舰空间科技有限公司,年薪级增至50万到100万元。 媒体认为这一事件皆是中共研究院,和国企的人才机制效能低,造成员工容易流失国家的研究院,应反思如何留住科研技术人才党媒评论认为,张小平的离职以及引发的讨论,再次给人才官,敲响了警钟只有完善人才管理,使用激励机制为每个人才提供干事创业舞台才能留得住人。 感谢观看